便秘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看似稀松平常 实则顽固无话 怎么才能正确的认识并解决这个问题 本期自济阳生堂 徐文斌大夫告诉您 中医如何看待便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节目播出以后 有很多观众打来热线 其中一位来自重庆的学生 想咨询一下便秘的问题如何解决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便秘是指大便排出困难 排便时间长 或者是排便的间隔时间延长 排便次数少 很多人认为只有大便干燥 才会导致排便困难 其实不软 比如老年人力气不足 推动无力 尽管他的粪便很软 但是排出来依然很费劲 中医称之为虚密 还有人营养过剩 肠肥脑满 整个大肠的肠臂都是肿胀的 结果造成大肠的肠腔狭小 排便如同细面条一样 虽然不干 但是排便非常费劲 而且不爽快 而产后的妇女 由于精血亏损 肠道缺乏滋润 也会出现便秘 中医治疗疾病 原则就是急则治标 缓则治本 在各种疾病进程中 当我们发现了除了其他严重的症状以外 病人还有便秘 也就是数日不排便的情况存在 就要考虑马上要通服泄热 所以中医有攻下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比较勇猛的泄下药 来达到这种通便的目的 常用的药有大黄 因为它效果猛烈 大黄又被中医称为将军 另外我们治疗这种寒性的便秘 用的药是八豆 八豆有剧毒 一般药店没有 临床我们医生用的就用八豆霜 其他比较温和的泄下药 还有繁蟹液 后破 火麻仁 肉丛容 索阳 刮楼 等等 对于体质虚弱 精液和精血不足 不堪 攻下药刺激的人 我们一般采用的外治法 在几千年 几千年前 中医就最早使用了外用的酸剂 和灌肠的方法来通便 在伤寒杂病论里面 明确记载了两个简便疫情的方法 一个是叫密导间 我们就用石蜜放在铜器里面 用微火煎 等蜜粘稠凝固 像胰糖一样的时候 用筷子把它搅拌 别让锅糊了 最后把它搅拌凝固 成一个小蜜丸 我们用手把它蜜丸捏成像食指大小 头是尖尖的像子弹一样的形状 在它不软不硬的时候 放入病人的肛门里面 这时候等病人有了变异的时候 再把它取出 这有很好的这种通便的效果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用猪的胆汁把它取出来 和上醋 少许的醋 用灌肠的方法给它灌到肛门里面 大概15分钟以后 病人就能排出素食和恶物 治疗便秘除了要分清病因 还要分辨体质 除了上述治标的方法 中医如何治本呢 不能光一说治便秘 就光和大肠较劲 应该全面考虑问题 从身心两方面调养治疗 我之所以说身心两方面调养 就要提醒大家 便秘很大程度上是心理问题造成的 除非环境或者是自己的心境得到改善 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一到外面出差的时候呢 就出现便秘 好几天不大便 等到回家以后呢 才能排便 有的人在工作出现状况 情绪感情出现波动的时候呢 就会同时出现便秘 或者是便秘加重 所以呢 古代名医李东元认识到了人的饮食 情绪劳逸与便秘的关系 他在一本书中写到 他说如果人饥饱失去节制和节奏 自己劳逸过度损伤了胃气 如果平时特别爱吃一种心热胃厚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爱吃一些咸的东西 就会炷火生邪 这种火热的邪气呢 跑到了血里面呢 就会伤到我们的阴晶 导致今夜亏少 而出现大便的造结 今天的节目呢 就说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